对许多8090后来讲 风云大概是他们印象 中最酷的武侠作品 1998年 电影版风云雄霸天下 横空出世 当年动漫版的风云还在连载中 刘伟强和邹文怀看中了这个题材 就拍下了电影版 风云雄霸天下 风云剧照电影版风云 第一部的主角由郭富城正一剑扮演 那时候郭富城才33岁 正是颜值巅峰 他所扮演的不经云 偏执又英俊 让人欲罢不能 风云剧照正一剑演的聂风 飘逸大气 玉树临风 至今无人能超越这个形象 风云剧照第一部风云 不止在男主角的选择上极为用心 配角阵容上也堪称豪华 千叶真一 杨公如 初期 方中信 黄秋生 黄世文 徐静磊 于荣光 谢天华 张耀阳等人 现在这些人可都是影帝影后级别的人物 风云剧照2002年 有了电视剧版的风云 主角换成了赵文卓 和润东 蒋秦 千叶真一 在知名都少 很难说电视剧和电影版 哪个更有名 个人觉得电视剧版的观众应该更多一些 风云剧照相比起电影版主角的颜值 赵文卓 阴木 阳刚 少了飘逸 而且在发型制作上 明显没有电影版用心 和润东演的不经云片机 有余 余韵不足 很多时候都要靠口才能完成表演 风云剧照电视版的女性角色 虽然没有电影版的名气大 但造型明显更惊艳 那时候蒋秦琴的一名还叫水灵 当年的蒋秦琴简直美帝令人心醉 风云剧照 今年喜事池中雾 一语风云变化龙电视剧版的风云 以熊霸收不惊云 涅风至霸将不畏主线 由于电视剧收视率高 在观众中反响良好 三年后又拍了第二部 风云剧照第二部中 涅风不但剪去了一头飘逸的长发 冠上了寸头 其他演员造型也充满了浓浓的沙马克风格 造型几乎可以用雷人来形容 而且剧情方面也没有第一部受欢迎 当然风云至此并没有结束 2009年彭顺 彭发兄弟又拍了电影版风云2 演员阵容方面 可以说相当怀旧 郭富城和郑一剑十一年之后 在演播京云和涅风 风云剧照风云2的阵容 虽有任达华 谢霆锋 蔡卓妍 唐烟 何家进 林雪等人家蒙 但相比起上一次刘伟强的版本 简直差了不是一个档次 自此之后 再没有风云版本问世 对于80后这批观众而言 风云雄霸天下普京铸就的辉煌已经无人可破 现在无论如何翻拍 都不可能再超越郭富城和郑一剑1998年的版本 哪怕是他们亲自上阵也不行 风云剧照风云 会在我们心中留下如此经典的印象 使风云再选择演员时不仅注重颜值 也注重演技 人物形象看过之后就会记住 到现在 涅风和不晶云的形象仍然留存心中其次 当年的影视作品创作似乎更加用心 不会为了集数而拼命凑对白脱剧情 也不会为了推敲鲜肉给演技朱烈的小明星 强行加戏 作品相当真诚 不妙食仲